难道吃狗是无罪吗 今年5月的时候呢 照顾生命协会举发了 应归民众的吃狗的案子 但是检察官却是以 为口腹之运杀狗 非虐杀为由 处分不起诉 而且不得在意 结果板检解释了 这些狗狗呢 是被吊死之后 才遭到的肢解拔毛 是用宰杀 而不是跟虐待 这个要件不符 但是呢 照生会在昨天下午 就带着两只 曾经受到虐待 失去双腿双眼的狗狗 到了板检去按铃声告 要再升起在意